嗨,大家好 今天我的流氏美妻三太子全都盛开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做了这个视频 来分享一下这些盛开的美艳的花朵 顺便再聊一下这些小型的珍奇狐狸兰 怎么种能够开出更美的花吧 我现在有四颗美妻三太子 然后它们都长得很壮 不但花长得很,花管很多,花开得很好 而且它的叶子也是非常的圆润饱满 很多一片叶子,而且根也很多 这是它的名牵 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去买来尝试一下 我感觉它非常的艳丽 特别是这个纯瓣,非常有特色 而且散发着一些阵阵的清香 不是那种很能力的味道 但是你经过它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的 然后给人一种非常轻烈很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非常容易开花 在我的这四颗刘氏三太子当中 三颗都是来了两个花梗 其实另外一颗也是来了两个花梗的 但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吃了 所以其实应该说它们都是来了两个花梗的 我记得好像有一颗拿了三个花梗 对,就这颗,你看 一二三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说过 我说这个花开出来就像红梅的一样感觉 现在我觉得好像我有一片梅林 是不是 真的像那个颂词里面说的一样 是书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香 逐渐呢 它的香味就显现出来了 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 那我是怎么养它们呢 首先呢 我是用的是一个红桃土盆 我发现在众多的容器里面 在众多的种植方法里面 对于珍惜蝴蝶兰来说 最佳的一种方法就是种在 这种透气的红桃土盆里 然后呢 在底部 我会给它垫一些鹅卵石 小的那种鹅卵石 然后呢 鹅卵石会帮助它很好的 沥干水分 预防积水 另外一个呢 在鹅卵石的上面 我会铺一些这样的质量 比较好的水苔把它包起来 然后当你触摸这个水苔 发现它偏干的时候 不是全干透 偏干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在户外养殖的时候 我是用这种水龙头 然后带上那个shower 那个花洒的功能的时候 进行喷水的 早晚呢 在炎热的夏季 我会给它叶片喷雾 就是meat的功能 然后从肥料方面呢 我其实给它的很简单 很基础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那个盒子 就是我在那个 在那个一元店买的一种 这种小棒的肥料 你去一元店 你都能很容易的看到它的 就这种棒棒肥料 然后插在这个盆边就可以了 然后你浇水的时候呢 它这个肥料就会跟着一起 流到这个盆里面去 这一包棒棒肥真的是很五米价廉 一包里面可能有十多克 二十克那样子 才一块钱 因为它是那个Dollar Trey卖的 所以就这么简单 非常容易来花 我觉得是很值得养的一个 小型的蒸汽糊里了 因为颜色比较艳利 然后花量也大 味道也不错 怎么样 您感兴趣吗 感兴趣就尝试一下吧 祝大家亚男快乐 再见